大家好,欢迎来到233网校 我们接着跟大家讲2018一级建造师建筑工程馆里面实务 我们这个摩考的压题的第一套 我们看看案例的第四和第五 在进行工程清单报价时 不能进行投标总价的优惠 降价让利 投标人对招标人的任何的降价优惠和让利 均反映在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中 上市说法是否正确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这个我们在招标 在招投标的时候 甲方给的招标控制价 也不能上扶下扶 那么我们的投标报价 不允许现在进行这个优惠降价 现在我们不允许这样干 那么你要干可以在综合单价里面 综合单价其实供料及管理费利用 考虑风险 可以进行调整 正确的 招标人根据国家省 我们办法 我们进行的招标控制价 作为投标人投标报价的最高限价 在招标控制的时候 在招标 招标控制价在招标的时候公布 不应该上调或下扶 招标人应该将招标控制价和有关的资料 报我们所在地 被案 问你这个说法正不正确 这也是正确的 跟我们刚才讲的投标报价的这个思路 它是对等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几个问题 对这几个事件 对事件 我们是否可以索赔 我们来看看 二一 施工单位涉及的垂直人书 成民保护 包括临时的降水 包括这些内容 我们增加了十万元 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像这些在我们措施费里面 在归费里面 在我们的健康费里面 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跟我们原来的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投资变更 如果是投资变更 造成了上面这些问题 那么要不要索赔呢 是要索赔 我这个意思 如果是投资造成的 二二是 如果是投资造成的这个费用 那么是要可以索赔的啊 事件二三 施工单位涉及的建筑材料 各备建啊 进行的一般检查 一般鉴定 这个费用啊 增加十万元 这个在我们的企业管理费里面啊 不能啊 不能索赔 如果二四 施工单位提供的具有合格证明的建筑材料 它已经提供了合格的证明 通过检测它会不合格 那么这个检测费用谁来承担呢 实物单位来承担 所以这个工程经济和我们实物里面 说的都非常清晰 对于四千二五 事工单位涉及的这些新材料新工艺 是吧 我们这些检验试炼费 对于构建做破坏性的试炼 或者特殊要求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说的 这个费用 要求检测费用 建设单位委托进去检测 这个费用增加多少十万元 问大家 这个费用谁处理 这个费用 由建设单位来处理 这就是我们工程建设的其他费 这个内容呢 在经济里面也讲到 在我们实物里面呢 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把这几个点呢 按照教材的思路 把这些点呢 做了罗列啊 他如果出题 可能会考我们 从21到25里面 可能考某一点 他不会像我这样都出 因为我是这个顺利 所以大家注意 你看 不能收赔 再建设可以收赔 不可以是吧 我们费用私工企业 是吧 可以收赔 因为收入工程建设 其他费 是吧 注意这五个点 工程变更引起的变化 我们来看看 我们经常做一些工程变更 要是变更 引起施工方案的改变 是措施项目 我们承包商调整这个措施项目 因为事先将实施的这个方案 要提交发报人来尽确认 并详细说明 这个对比的情况 如果承包人 没有事先将你实施的方案 交给我们发报人 那么 事为变更 不引起措施项目费用的调整 包括一些工期 或者说 放弃 承包人放弃了 这种调整措施费的一种传逆 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是正确的 考试的时候 他的说法可能跟我说法不一样 是个错误的 所以注意 下面我们来看看 我们案例的第四题 往往是造价合同的题 三十分 我们来看看 这个内容呢 在我们前面的课程里面都讲到了 我们把它再拿出来 我们用固定单价合同计价模式 当它的量增加或减少 超过15% 这个15%有时告诉给你 有的题目它不告诉你 这个题目这句话都不告诉你了 隐含15% 调整的系数 0.95 1.05 我们这地方有个钢筋 有个头方 是吧 我们有个单价 发生了事件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钢筋 实际量是8000 那么清单是1万 那么减少超过15% 我们的头方量 原来清单是2万立方米 现在实际量是2万5 那么新增加的 它也超过了实际的超过15%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看分别计算 这个内容呢 在我们前面的班节讲到了 我再说一下 强调一下就可以了 在两种情况 一个增加减少 一个减少超过15% 一个增加 我们钢筋 大家注意 我们用所有的量 是吧 因为减少超过15% 那么我们在调价的时候 按单价调真的 是吧 调到大为的系数 那么对于头方 原来的比较15 用原价 新增部分 你看 这是新增的部分 新增超过15%的部分 用原价 大家注意 它是用了一个 0.95的系数 调低了 所以注意 这两个 要能够聚散 如果今年考试 考简单点 就考这种题 再往下面 我们来看看 我们工程里面 由于雷电 就是一个不可抗力 是吧 这个地方告诉大家 这些损失情况 说这个 别施工企业 像建设单位 是吧 代表 是吧 我们 火灾情况 工程本身损失 是吧 工程本身不可抗力 造成的 有我们的建设单位 总价值一搏万的 弹着设备 有建设单位 是吧 施工企业人员烧伤 施工企业是自己做 是吧 周定的施工设备 施工的设备 有施工单位 其他单位 临时停放在 现场呢 一个价值25万元的 这个 其他单位 是第三方 第三方 有建设单位来承担 大火扑灭 比施工 企业停工五天 是吧 停工五天 造成其他施工机械 损失 这个机械是施工单位 这是施工单位 必要的管理费和保卫 这个费用支区 这个大家注意 都是由 我们的建设单位 预计工程量所需的 轻力修复100万 这是有建设单位 这也有建设 轻力修复的单位 有建设单位 后面 停工期间 施工单位 必须支付的工人工资 必须支付的工人工资 或者说施工单位 这个窝工的损失 1万元 这个就看背景 这个我们的清单规范 和释放合同文本 说的不一样 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 安装条式发生这种火灾 是否受益不可抗理 是受益 这就是建设单位A 这个A单位 就是建设单位 我们使用企业比 是使用单位 那么 又承担哪些经济和损失 不考虑保险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看 受益不可抗理 不可抗理 我们建设单位A承担的 你看本身的 带安装的 停放的 这个现场的汽车 这是我们第三方的 有第三方审视 有建设单位来承担 我们管理人员 我们心理修复的 这些都是 由我们建设单位来承担 作为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的人员 施工单位设备 包括机械的行制 当然这是施工机械的行制 施工设备 这个不管是 清单的规范 和释放合同文本 都是一样的 那么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窝工的损失 对于我们 停工期间 必须支付的工人工资 他的这个损失一万 这个窝工一万 或者说这个 停工的一万 那么我们是根据 我们清单规范 我们2013年清单规范 承包人的停工损失 由承包人承担 按照2017年的 释放合同文本 这个机械设备呢 当然有承包人 他特别谈的 停工期间 损失 双方合理分担 停工期间 必须支付的工人工资 有什么呢 有发包人承担 你看这是发包人承担 这是承包人承担 不一样 所以对于我们承包人的 这种窝工损失 按照释放合同文本 由我们什么呢 我们有发包人承担 考试的时候 怎么办 注意背景 考试的时候 注意背景 考试的时候 注意背景 就像我们说的打麻将 这个国家的规则 有国家按国家的 国家没有规则 注意题目背景 题目背景 如果没有说 分两种情况 说明 这个注意 下面我们看看 第五 我们第五的题 它主要是考什么呢 考大杂会 考我们的组织管理 考我们的安全装置 考我们的技术的质量 等等等等 第五题基本上是一个 比较组合的 混合的三十分 塔吊有哪些安全保护装置 送电梯 与哪些情况 我们要进行停止运行 首先这种 不管是塔吊 还是物料体升紧 还是我们的起重机 注意 它的安全保护装置 有哪一些 像这种 塔吊的 这个洞壁的便服限制器 因为起重量 起重高度 起重幅度 起重量 起重半径 起重高度 你在起重半径这个幅度 它在变化 我们行走的线位器 行走的时候 也是这种跟幅度有关系 我们力矩限制器 这个集合二相乘 就是力矩 第二个的高度 你看看这个H 高度限制器 包括我们过程过程 形成的一些开关 严谨用限制线位装置 来代替操作机构 下面我们来看看 施工电梯 遇到哪些情况下 停止运行 注意天气恶劣 我们重点跟他说 雷雨 下雷下雨的时候 容易出问题 六级以上的大风大雨 注意六级 注意这个定性的 六级六级以上 我们大雾 因为在起吊的时候 看不清晰 大雾 盗轨皆兵 这个轨道 遇到冬天 再就是灯光不明 在吊章的时候 看不清晰 灯光不明 我们的信号不清 所谓灯光不明 信号不清 看不清晰 所以我们天气的问题 风 雨 雪 然后我们机械故障 没有彻底排除 这个隐患 看不清晰 危险 包括钢丝绳 魔神 是吧 我们在吊章的时候 一些绳索 安全的隐患 都可能造成我们 需要停止下来 所以三公电梯停下来 运行的情况 要非常清晰 特别那个六级大风 六级 六级以上 是吧 像这些塔吊啊 我们各种的外用电梯啊 包括我们的露天作业啦 包括我们的吊桩啊 是吧 都是六级 六级要停下来 专业性的 五级 建设工程 生活合同文本 有哪三部分 这个很简单 是吧 就是我们的学书 我们的通用条款 和专用条款 这个很简单 下面我们跟大家 做了一个新东西 是吧 抄教材的 对于技术复杂 或者无法精确 领定的项目 我们招标人 可以进行两间的招标 请问两间的招标 里面的技术标 和商标所出的阶段 保证进行在哪一旦 作为建筑实物 我们考招标的题目呢 在建筑实物里面呢 一般的不会出 因为这个经典的西门教材 把这个招标的内容 把它拴掉了 他认为 我们建造师 建筑工程里面 招标的知识 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学员 在学习 我们有个共性案例 是吧 有很多人来讲共性案例 其实共性案例 随着我们建筑师的发展 已经越来越不实用了 也不实用了 因为不同的专业 现在讲共性案例 越来越不可以 由于不同的专业 比如说招标的内容 上面的建筑实物就不出题 但是那些共性案例的人 反复跟你讲招标 因为好讲啊 因为招标在有些专业 它是考20分 在我们这个专业 基本上不考 偶尔考一点小分 所以大家注意啊 我这个地方呢 我是考虑这个思路 就是我们对于比较特别复杂的招标 我们有两件的招标 这个内容呢 在技术实在法规里面老师讲 我这地方是以抄教材的思路 是吧 因为每年考10到15分 15到20分的题目 是抄教材 所以我实际上呢 加点抄教材的题目 当然这个抄教材的题目呢 它是在法规里面 第一阶段 我们搞技术标 对于复杂 无法精确的 理定的技术规格的项目 因为我们考一级见到10 对于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应该知道 因为我们考一级 级别别高 所以对于这种 非常复杂 无法精确的 那么我们第一阶段 是技术标 不带报价 我们到了第二阶段 我们修改的技术标 和商务标 所以第二个阶段 我们技术标中的标后 你再修改技术标 和商务标 就是报价的 招标人要求 投标人提交的保证金 应该在哪个阶段呢 第二阶段 因为第二阶段 我们投标 给出什么呢 我们的商务标 第一阶段就是技术 技术要有个满轴 我们才考虑 这个你的商务 这个技术有个不达到 这个钱 它不跟你考虑钱 所以注意 这个也得抄笑才 下面我们看看 走资硬根字招标 和竞资需求 编制的投标文件 我们见到时 去投标的时候 你的投标文件 有哪些内容 就是我们说的 有竞争力的报价 就是我们的商务标 有竞争力的技术措施和技术方案 就是我们的技术标 再就是过项的商务规定 就是我们的中货标 一些资质啊 一些业织啊 一些业绩啊 一些资格啊 简讯我们施工机械设备选择的依据 这个把它考小的简大体和计算体 一个施工机械到底怎么选择的 靠什么呢 这么几点 第一个 我们项目的施工的条件 现场的条件怎么样 这个第二个 我们的工程的特点 需要用什么的机械 第三个 工程量的多少 第四个 我们工程的要求 当然这里面还有 其实这里面没有说 你看看 它的成本 是吧 它的造价 它的造价因素 等等等等 所以大家注意 我们不要 这个答案是教材的 我们不要迷信教材的这些点 可以补充 结合我们教材的点 补充自己的 下面一个问题 我们给出工程量 我们给出计划期的台湾的数量90台 给出这个每个台湾 它的生产率是10年方米 现场 我们施工条件的影响因素 是0.9 给出我们机械生产的 时间的利用系数是0.8 为你计算 机械需要多少数量 这个机械需用数量 我们来看看 怎么计算 这个计划期的台湾数量 这个台湾数量 这个90个台湾 就是从时间来讲 因为是这样算的 它在计划期内台湾的数量 这个特量90个台湾 实际上是从时间 就是实际上是带有什么工期性质 90个台湾 这个台湾主要是从工期 因为我们一天按照一个台湾 8个小时 所以你看看 我们来看看 我们所有的量 我们这个量是3000立方米 那么我们注意 我们这个台湾的数量 这个90台湾 这个90台湾实际上是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90天 因为一个台湾按一天来讲 是这个意思 这个计划期的台湾数量 我们按照这个类似于天 我们3000立方米 你看看 我们按90天去处理 90个台湾 是这样去处理 那么我们生产率是10 因为我们有90个台湾 一个台湾是10立方米 所以我们一个台湾 我们按90个台湾 我们可以做这个 然后这个系数作为分母 因为你的利用 不可能满打满散 所以这个除越0.8 除越0.9 所以这个系数作为这个 作为分母 这样我们算出来是4.6 那么我们取诊5台 也就是说我们90台机械 实际上是按90天 每天多少台呢 每天5台机械 可能这个 我给的这个数字 这个文字 包括我们教授里面 给出的名称 不太合适 这个90天的台湾数 应该说的时间 应该按工期 说90天可能更合适一些 一天能做多少呢 这个台湾一天 90天 一天做多少台湾 然后算这个机械的数量 这个机械数量是每天的机械数量 是多少 可能这样 这个语言会更合适一些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呢 怕它考一个小的计算题 所以 我在我的前面的班边呢 讲了原理 但是没有跟大家讲计算 我们这个 最后的压题的时候 给一个计算 考试 就像这样出题 选择的依据 考个简大题 第二个 它的这个计算 下面我们简续 劳务企业与工人签订 这个劳动合同的内容 这个内容呢 怕它靠简大题 一个劳动合同 是吧 一般的合同的内容 这张直播是劳务 是吧 不管是劳务和一般合同 都是这样 是吧 我们合同的期限 多长时间吧 我们的工作的内容 是吧 现在的工作条件 是什么情况下 我们工作的标准 是吧 包括我们支付的时间 是吧 包括我们的合同终止的条件 双方的责任 等等等等 能够 出这种题目呢 就是实物的 我们也认为是一种 管理的一种实物操作体 比较简单 下面我们来看看 我们配电的 电的问题 是吧 因为我们第五题 主要是大杂烩 水 电 是吧 我们平原头 安全 环保 职业健康 等等 配电的三级诺宝 是吧 三级配电 总配电箱 分配箱 开关箱 下面我们来看看 总配箱的这个位置 它在靠近电源 是吧 靠近我们的 电源的 是吧 就是我们高压电线 分配电箱 是吧 在哪个地方呢 在集中的地方 而且分配电箱 与开关箱的距离 不太超过多少 三十米 去年烤了 是吧 开关箱与用电的设备 不太超过多少呢 我们不宜超过三米 不止塔吊的时候 是吧 对塔吊里面的覆盖的范围 它的体重量 注意 包括我们在做 混沌泵的时候 注意 考虑这个输送的助理 是吧 而且重点注意 这个力管固定的 相对固定的是什么呢 是力管固定 是吧 力管固定 是吧 这个考虑一些 承担能力的问题 是吧 这些内容来 看一看就可以 下面我们消防器材的配备 消防器材 大家注意 我们的临时的搭建的 每一百平方米配两只 是吧 两只 四只 六只 没有三只 超过一千二百平方米的时候 对于大型的临时设施 我们有太平筒 我们有积水筒 我们有黄沙瓷 我们有消防钩 消防斧 消防锹 这是我们消防里面的配备 是吧 对木工间 对油漆间 我们临时的 我们二十五平方米 配一只 问你对不对 这都是对的 当然考试的时候 它不像我这样出题 它会给简单题 里面我们现在有一千二百平方米 一千三百平方米 那么应该配置 消防的哪些设备 是吧 给这一个具体的 能够计算 你比较九十平方米 我们配两只 一百二十平方米 我们配四只 那么二百四十平方米 配几只呢 配六只 是吧 这个地方 每二十五平方米 是吧 三十平方米 我们配几只呢 配两只 是吧 六十平方米 我们配几只呢 配三只 是吧 这是对木工间的 是吧 下面我们看看 施工现场的道路 主要场地做硬化处理的方法 现在的道路呢 我们在铺设的时候呢 我们做这个硬化的 我们铺混凝土 我们搞翠石 注意很灵活的 在现场又不能铺混凝土 又不能铺翠石的 临时的处理 用钢板处理 下面我们前面成本管理责任体系的两个层次 这个项目管理里面的居士 每年考一到两问 大概八分左右 是吧 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第一个 就是我们前面成本管理 说的两个层次 一个是企业管理层 一个项目 对于企业管理层 大家注意 我们两个 一个是走资管理层 企业的 一个是项目管理机构 那么对于成本的管理 我们的责任 我们来看看 负责项目成本管理的决策 你看看 决策是企业管理层 确定项目成本的控制的重点 和难点 重点难产 也是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 企业的管理层 对于确定目标的成本的 目标和计划 这个目标是谁来确定的呢 也是我们的走资管理层 并对于项目管理 对于它的这个过程 结果进行考核 当然进行考核的时候 一定是管理层 那么对于成本的负责 项目的具体的管理 遵守它的决策 实现这个成本的目标 对于成本实施控制 具体的控制和实施 就是项目的管理机构 所以这个注意 对于走资管理层做什么 对于项目管理层机构 对于成本的内容 或者说给出这些内容能够识别 哪是组织管理层 哪是项目管理层 这是跟大家说的 这个我们目标责任体系的 下面我们看看 项目成本管理内容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管理里面 第二章的这个大标题 一些标题 它的时间是前过程 从投票报价开始 到投票保证金放还 成本控制的依据 看看成本核散的三同步 所以重点注意三同步的原则 注意我们成本考核的指标 我们有两个指标 一个是降低额 一个是降低什么 降低率 你看看 我们成本管理 包括我们的成本的计划 我们的控制 我们的核散 我们的分析和考核 这五支话 我们成本管理 就是落实这些东西 有的答案 给它不一样 但是都是这几株 我们的过程 是从投票报价开始 到保证金 我们成本的管理 我们的成本的过程 包括我们的成本的分析 成本的控制 成本的分析 成本的管理 成本的管理 成本的控制 成本的分析 都是从投票报价开始 到保证金放还 那么成本控制依据 看看就可以 你要跟着合同文件 进行控制 你要通过成本计划 我们不是有个成本计划 和成本目标吗 那么大家注意 我们控制 就是按照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怎么来的 是通过目标 我们制定目标 然后编计划 然后控制 我们进的报告 和变更索赔 是动态的一个依据 成本核散里面的 大家注意 我们在进行核散里面的三同步 我们与形象进度同步 与产子统计同步 与成本的规计 注意三同步 考核的指标 一个是降低额 一个是降低什么 一个是降低率 一个是结队指标 减乏 一个是用取乏 所以大家注意 怕他考简大题 下面我们看看 自然管理 包括的内容 资源 大家注意 今年的新闻教材 把人的问题 一个是人力资源 一个是劳务管理 人 一个是管理层 一个是我们现场的劳务 第二个 我们的材料 原来都说的材料 现在把设备 放在材料 第三个 对施工机具和设施 原来我们只想到施工机具 把设施 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供料机 供料机 最后就是什么 私金 当然这人把技术 把它拴掉了 资金 所以我们自然管理的内容 要注意 怕他考简大题 在我们早年考过一次 怕他再考简大题 下面我们建设实际上新技术里面 跟大家讲 信息化技术的内容 这种题目 给出一个背景 让大家做简大题 或者说考多线题 像这种题目 我们实际上技术 哪些涉及到我们信息技术的 如果考选择题 比较简单 这种题目就是考案例背景 然后大家洗出来 这个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来看看 我们信息化技术里面 我们来看看 进入B母 现在我们现场的管理 用B母用的很多 就是B母的 实施工现场 现场施工的管理信息技术 管理信息技术 就是B母的 第二个 我们现在说的很时髦的 基本大数据的 项目成本的分析和控制 现在我们基于云计算的 现在我们搞的也很时髦 搞些商务的采购的技术 用云计数 现在我们是搞的什么 互联网的 那么我们协同 包括我们互联网的一些动态的 下面我们还有一个互联网 物量网主要是什么材料的 现在跟我们的物流 现场的材料 包括我们 这个现场里面 我们的GIS 就是我们有些人的 这个动态的 它的这个位置 GIS的定位 包括我们的 这个垃圾处理 垃圾的这个 这个流程 这是智能化的装备室 大家注意 这张装备室 加了一个智能化 智能化 智能化的装备室 作为一个什么呢 信息技术 所以这个内容呢 一个是 它有可能考什么 考多行题 第二个呢 它考简单题 给出一个背景 我们现在用了一些 信息化的一些技术 那么问你 这个信息化的实际技术里面 你能不能指出四个 考个四到五分 我们BM的 大售助的 云计算的 互联网的 包括我们GIS的 包括我们智能化的装备室 能不能洗五条左右 这是跟大家说明的 我们的第一套题 我们的第一套题呢 这个在学习过程中呢 把每个题目进行消化 进行落实 是吧 该洗的要洗一洗 是吧 有些题目觉得这个跟不上 可以反复看 可以重复看 或者说 可以再看看我前面的一些 基础方面的一些课程 一些内容 是吧 把它搞明白 这个进行强化 这个当然我的这个 这个模拟题呢 这个冲刺 这种摩考下题呢 我的这个量是比较大的 比一般的考试要大 而且我的难度 也比一般的难度呢 也会稍微大一点点 这个在顺利角度 是很正常的 高清 我们讲的快 可以反复看 重复看 多次看 把它搞明白 就OK 我们摩考的 第一套题就讲完了 学习朋友们 再见 就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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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